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主要是想要证实出 野生之路 即使陈巧威 他仍然是有能力好好的 繁衍下一代 颜色截取样本.mov 陈卓斯 王继尧 我说他啊 我都已经 贵同 任侠 其实是那张被人批斗 被人那些已经 你看他首先就说自己是清白的 预忠信 周姓彤 绿豆 第六十一届金马奖最佳记录短片得奖的是 颜色截取样本.mov 陈卓斯 王继尧 恭喜 颜色截取样本.mov 如同将视觉文化研究 搬上大荧幕 却又兼具学理性与相名魂 导演陈卓斯与王继尧 以旁白搭称图像 以及强而有力的贴身记录 检视港台政治光谱 不过盲点也有见地 谢谢金马奖太高了 谢谢金马奖 大家好 我们来自香港的导演 我是Chessie 请允许双导演可以有双倍的时间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们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站在这边 寄瑶一会会再补充他想讲的 就是谢谢我们背后的团队 林刺伟 赖勇宜 张洛西 周晓琳 他们都是我们这部片的魔法师 尤其是周晓琳 我们是接近十年的好朋友 他说我总有一天会站在很大的舞台上 然后我们今天都一起在这里了 谢谢孙松永老师 他是唯一一位在试片是看颜色试片的老师 最近我都不敢正眼看他 论文的事老师 论文的事我们好好再讲 但是老师我今天拿金马了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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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谢谢 谢谢 谢谢我在香港的老师 林妙林老师 谢谢他在没有人相信我能拍纪录片之前 他已经无条件地给予我很多帮忙 谢谢 谢谢Miu 谢谢我在北一大医跨所所有的朋友 尤其是林汉祥 黄于婷 吴继生 高可欣 黄亦宁 你们是我来台湾最大的幸运 也谢谢一位在我心目中特别有分量的人 谢谢你告诉我 有灵魂的活着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很多人以为这部片是讲颜色 但是其实我们最想讲的是光 我们不需要特别的惧怕黑暗 因为光与影是相依共存的 唯有走入影子的黑暗才能看见属于时代的真光 而电影就是这样 在最黑暗的电影院里面 哪怕是黑画面也会有光的存在 而我们的故事就是在黑暗中寻找那道属于时代的光 然后我有一段文字没有写在稿子里面 让季瑶知道 就是在金马双部入围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问季瑶那个是不是你 卓氏那个是不是你 我想说 在黄季瑶旁边的那个名字 一定是陈卓氏 陈卓氏旁边那个黄季瑶一定是 一定是他了 谢谢你一直相信我 一直在路上 一直在车上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我现在正式提出邀请 黄季瑶我们要成为彼此的光 成为自己的光 成为人家的光 我们还有下一步 我们一定要去到 我们从来没想过的地方 我们今天这样 你快点讲 我学习惊歌 我说广东话 因为我们分约工 所以多谢我在大学时期 遇到的每一位老师都给Abel 多谢我的大学同学 多谢我的母亲和家人 总是很无条件支持我 没有推我去做医生 但是我一直在 妈妈我得罢了 所以我找不到钱 多谢我的另一半 张罗希 他站在我身后面 他也是一位很好的导演 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站在你身后面 多谢新闻和政治 给了我有思辨的能力 多谢电影 给了我有创作的空间 多谢一个地方 如果他再没有颜色 可能是黑白的 可能是清一色的 但或者我们只需要好好保存 过去颜色鲜明的记忆 我们或者可以有一点点的力量 撑到有光的进头 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 继续创作和前进的动力 多谢大家 多谢金马掌 谢谢金马掌 inated accsted 呃 呃